我给他撑那个车子有多差 我撑买的多花20块钱 你可不是嘛 这20只比方我骑 这么说的买 那么大岁数骑什么车子 挣个的 我骑个系口 好好好 那顶上32块钱 对 没有那么大利润 我就是按铁瘦我就按铁走 还挺好使的 挺好使的 车子现在年轻人没有骑的 要是二流的还行 他上不去 好拿他上不去 一般的对 我也想骑 我是没有 他是不要骑的 不要骑 但是这个车子就切那屁 红拿屁不行 切那屁 这个车子一般的 我还没秤我秤 你看这个瘦的骨董 这是哪个年代的车子 我看看我几年 我看我说七十二年 七十三年 七几年的 七几年的车子 七几年的车子 还没有我呢 我才七八年的一 对呀 我什么骨董都收到过 我现在看它都挺稀奇的 是吧 嗯 我是19岁参加工作 二十二岁还能闹得这么一台车子 张海的疯狂 永久 哄漆 还是废格啊 那个时候有一台那么个车子 这个永久车子 你谁要漆的这么一台车子 你这感觉照不上去的话摔带啊 啊 这鸡豪的那个 好样的条件子啊 弄不着我弄不着 是吧 七不着 我参加工作那时候 就是这个永久车子 油没有油 但是你还弄不着 你就先为数据批个条 都不一定能买着 是吧 咱们国家自营车的第一个定牌 就是永久 第二个呢是废格 就过去油了废格 还有个叫红旗 知不知道 就这些也就这些车子 来你都是小小 小孩 小孩 这个车是不是买飞铁啊 可惜点 以前我还受到过一个 也是这样的车 也挺好的 但是没当个玩意 玩得都有当天 还没当玩意 你就这个现在就是 这是个古董 是吧 哎呦我妈 这个自营车 就跟那个当时的茅台酒 齐名 啊 当时的茅台这多少钱呢 我的生活照理所 就按着客户那儿为了 愚脸 就是能给一个一项两项 就是茅台酒 才对人说他买多少钱 这五六块钱十六块钱 那是吧 就张重这个茅台 他两个 这中国的名牌 一个他 再一个香烟 山海的那个大山海 山海的那个香烟 都有名 帅呆了 帅呆了 这今天收这么 叫他那么一甲 真是个古董 我看看啊 我给你钱 看你的家子 你别出去 盖一下 单了 你别帅着 焦点右上啊 想了哈 我就看大家子 你别出去胡嘎一下 这个车夹了一点 问题没有啊 就这东西 栽动你这么能栽作 就这个货架了哈 二百斤都能栽 你可听我讲啊 就栽一样哈 前面两号位一个 再栽点东西 你就栽动 都等个等个收拾 这大车子还没骑过来 这骑一感受一下的哈 哈哈哈哈 不行 骑不了太高了 骑不了 不骑车就这么大不呢 是吧 骑不了 骑这种车子 就得大长腿 有份的 咱骑不了 哈哈